那么花铃县是用快三阳性视同确诊 而总计有9间的医院63家的医疗诊所 来提供远距以及视讯诊疗 而其中23号已经启动加一医学科 小儿科视讯门诊的花莲慈基医院 24号在新增加了妇产科 总计提供3科别 由医师视讯诊查后 开立医嘱并取药 缓解确诊民众不舒服的症状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21日宣布 快晒阳性视同确诊 开放原住民族及领导居民试用 花莲县因全境纳入原住民族地区 因此全线居民试用 花莲慈基医院5月23日 启动家庭医学科小儿科相关视讯门诊 24日再增加妇产科 透过3科别由医师视讯诊查后 开立医嘱并取药 缓解感染民众的不舒服症状 在我们花莲有视讯诊查的医疗院所 在医院的部分 包括了北区四家医院 慈济门落布花跟国际花莲总医院 中区的有门落售丰 跟我们的凤鸣隆医院 南区的话就是玉璃慈济跟玉璃隆医院 福宾还有一个福宾飞院 这张表就是我们每一家医院的 视讯诊查的时间以及科别 那在花莲市医院开设了三个视讯诊查的科别 包括嘉一科小科还有妇产科 除了医院端之外 在诊所的部分 也有63家的诊所 63家的诊所 那在花莲市济安乡秀林 受风凤林光复瑞穗玉璃 还有我们的三个园乡都有诊所 来做快筛阳性之后确诊的视讯诊查 那同样的这些诊所 不仅仅提供视讯诊查 这些诊所也可以提供 我们的乡亲到诊所直接看诊 到诊所直接看诊 所以我刚才讲 我们比较鼓励我们的乡亲 请你拿你的筛检片 然后用夹列袋夹好 直接到这些诊所去看诊 医师确诊之后 就会帮你上传你的确诊的讯息 到达我们的法权系统 你就可以列为确诊个案了 那同时给你看完诊之后 它如果需要也可以给你开密药物 你就可以直接拿药回家吃 这是最快得到最好照顾的方法 所以我们鼓励乡亲用这个方法 华林辞院表示 18岁以下为成年人可挂号小儿科看诊 成年人则预约加一科 孕妇咨询妇产科 透过前一天网络预约 或当日拨打预约专线0385-74885 华林县卫生局表示 总计9间医院63家医疗诊所 提供远距及视讯诊疗流 民众若对评估阳性结果有疑虑 慈激医院与布立花莲医院 只一起至5月29日 受有家用快晒阳性PCR采检站 民众可就进一步检测 记者长帮演 华林师报导